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新疆差不多二线返乡创业的青年 制作传统弓箭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事业 小时候弓箭是我们最常见的玩具 长大后射箭更是我们西伯人喜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哪怕不善射箭 在家里也一定会挂一把弓箭 作为自己西伯族身份的象征 制作西伯族弓箭选材一定要严苛 传统弓箭多数采用鱼木或者白浪木还有羊怀木 这些木材即使被掰断也会呈现一种藕断丝连的状态 这样的性质可以保证弓的韧性 传统的弓箭会用牛金来制作 也可以根据弓箭的颜色 使用尼龙或者其他材质来编织弓箭 但是最传统最具有代表性的 还是用牛角制作的金角弓 一把角弓的制作 因材料收集的季节不同 要耗时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把好的弓箭 从被拉开的那一刻起 就能让弓箭手 预想到百步穿扬的畅快前进 这次射箭比赛比较重要 你要好好射箭 要打出好成绩 加油 好 我现在状态相当好 宝宝也加油 加油 参加射箭比赛 对西伯仁来说 是一种深知于记忆中的一个传统 从几百年前军队中的延武比赛 发展到今天的节日活动 即便射箭技术 已经不是对一个西伯仁 能否去参军报效国家的能力考核 但也依然是我们喜爱的 可以证明自己 展示自己的一个竞技方式 每年我们都会在西前节 或者正月十六的抹黑节 等大型的节庆活动上 举行射箭比赛 我们离不开弓箭 一个七 两个六 两个六 来 吃饭了 今天有十九比赛呢 嗯 我要三家了 我要三家了 你们两个十九比赛 你赢得不你半吗 我觉得我可以 最近状态还不错 头一次参加这样正式比赛 我怕赢不了他了 那是中的参与嘛 但是爸爸做工比我厉害 做工件还得跟爸爸学习 可惜卷拳前段已经手受伤了 不然我觉得他应该 也可以 经常训练的时候他春节 经常觉得我好 去吧 去吧 在1999年发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上 你会发现西伯族 是56个民族中唯一一个 与工件画在一起的秘密 那是西伯族人引以为傲的形象 因为工件 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历史 与文化 是祖辈万里书边的责任感 与荣誉感 来来跟我来 中国的最东北沈阳 当时的沈阳叫做圣经 200多年前 一批西伯族官兵带着家人 告别家乡的父老 从今天的辽宁沈阳 也就是当时的圣经 出发 一路向西 来到新疆的查普查尔县 担负起屯肯戍边的众人 他们在那时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工件 今天工件也依然是中华民族 抵御外敌 守护国土家园的见证和象征 我给大家讲一下 传统工的一个使用方法 十几年前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有位游客到这里说 从你们查普查尔县 走出了许多像郭梅珍 如光 薛海峰这样优秀的射箭运动员 但是我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 特别浓厚的工件文化氛围 但十几年间 作为一个生长在这里的人 我能深刻的感受到 剑香的变化 西剑杰 西伯族工件制作技艺 西伯族射箭 也陆续成为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查普查尔县的射箭运动学校 也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射箭运动员 小朋友们也能在学校 学习工件文化和射箭运动 节庆活动上的传统工射箭比赛 也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 剑香的工 一直在我们手中一代一代传递 常用常心 看到这里的你 如果有机会 也一定要来做客 来剑香的射箭比赛上切磋一下 剑离前的那一刻 而非详细的声音 就是剑香 与你对话的比喻 剑香的水 是否有点射箭迫 铺的水 有点射箭迫 在这些水 有点射箭迫 是否有点射箭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